大家好 欢迎来到会眼看中国 我是善宇 近日一个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的平台小红书上 引起网友关注 视频中两个男人互相指着鼻子对骂 期间其中的一个男子竟然亲了对方一口 然后又借机推了对方一把 被亲的男子随后倒在地上 亲人的男子见状 干脆自己也躺下来并在地上打滚 这还不算什么 还有网友在地铁上拍到了 更令人震惊的吵架现场 只见两个男人不知什么原因在地铁上用嘴打架 不停的朝对方亲去 一开始旁边的女士还试图拉开他们劝架 不过后来也默默的放下了手 在中国奇葩的吵架打架方式非常多 不少网友建议直接把他们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就是中国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资产 在喧闹的菜市场中 一个大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视频中她正在和一个年轻的女子吵架 只见她开始只是骂骂咧咧 然而说着说着就开始发出奇怪的声音 然后就开始手无阻导震惊在场的围观群众 在农村大妈吵架更是家常便饭 激烈的时候那可是使出浑身解数上窜下掉 原地的手无阻导以独特的舞步恐吓对方 不过围观邻居对这一场景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甚至在旁当起了气氛组 在一个乡间的小道上又有两个农村的大妈 不知什么小事吵了起来 开始他们边吵边拍手似乎是给自己壮大气势 随着其中一位的长发的大妈扔掉帽子一个动作 两人从吵架上升到了打架 现场气氛更加的激烈 两个人都攥紧了小拳拳 边转圈边打击对方 旁边的几位看热闹的大妈笑的合不拢嘴了 又是一个热闹的街道上 一个大姐和一个瘫坐在地上的大爷站在激烈的对骂 对骂中旁边的一位男士一直试图将大爷拉走 但大爷很明显的拒绝 下一秒吵架的女子也瘫坐在地上 两个人坐下来开始更为激烈的骂站 只见两人双手并用向对方发取攻势 大爷急得连自己的凉鞋都脱了 拿在手上当做武器 街道上两个卖早餐的商贩的大姐 似乎因摊位的纠纷发生了争执 他们嘴上骂的同时还配合着自己最快的手速 指责对方一时间竟然无法分辨水占上风 对此有不少的网友表示 吵架这件事情中国大妈从来没输过 就像这个视频中的两个人 即使累的倒在地上 也要拿出最后的一点力气 吵赢对方不言放弃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大妈 都有足够的战斗力去吵架 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下风的时候 也会用其他的方法来表示抗议 近日社交媒体上流传一则影片 中国的一名大姨和一名男子 疑似发生擦撞而争吵 过程中男子一直在对大姨说 这不是我碰的你啊 这是你自己弄倒的 你可别在这里撒泼 气氛之余男子还踹了一脚地上的头盔 谁知视频中的大姨健壮 直接使出了铁头弓撞向该男子 男子反应一秒后 双手举过头顶 对着另一黑男子大喊 我没动啊 我可一点没碰他啊 你老婆自己发疯了 随后该男子将大妈轻轻的推开 眼见自己吵架吵不过 大妈直接就躺在地上装死 更诡异的是男子健壮竟然把外套脱掉了 也跟着趴了下来 随后旁边的疑似大意的老公的男子 抄起了块砖头 以威胁那名男子起身 几次威胁失败之后 该男子也跟着叠在了上面 这情景让网友看傻了眼 表示情况变得难以理解 我看到后面说不出话来了 这是什么神招 虽然女性吵架更生猛 但男性的吵起架来 也是把人看得目瞪口呆 中国网络近日疯传一段视频 视频拍摄的事发地点在重庆的同梁 目击者称 该男子已经摆摊几个月了 但是大妈不满男子的生意好 每天拿铁块站位却不摆摊 也不准男子摆摊 男子最终忍无可忍与大妈争执 视频中穿黑衣戴黑帽的男子 与穿粉红色毛绒上衣的大妈 当街争吵指骂 男子斥责大妈 你是同梁人 你就可以欺负外地人了吗 同梁不是你一个人的同梁 同梁是大家的 期间男子的妻子在旁边一度加入战团 贺骂大妈 两人争吵期间有大批的路人围观拍摄 大妈指责路人照照照照 照什么照 男子趁大妈分神 竟出动了绝招 一脸吻向大妈四次 包括额头及面颊等 让大妈无法招架 拍摄者则边拍边笑 据目击者表示 男子亲吻大妈时人不忘 继续的飙骂 坏人变老了 不是老人变坏了等 视频引起网友的热议 纷纷笑称 该男子完美诠释了 君子动口不动手 也有网友感慨 这个世界终究是疯了 据报道 最终警察在场劝解了双方 对此许多人不禁在想 为什么中国这种奇葩的吵架 打架特别多 首先有专家认为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受文化教育的影响 清华大学一个叫做 李道奎的教授 曾经做出解释 他说 自己从小在城市里长大 后来文革跟着父母来到了农村 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而这种冲击就来自于 农村的野蛮和无规则 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 往往要遵守很多的规则 在家有在家的规则 在学校有在学校的规则 除了学校有各种场所的规则 但农村的孩子就不一样 农村的环境 很多地方都缺少必要的规则 其实也就是所谓的没人管 没有人管的空白区域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比如和谁玩 玩什么 怎么玩 这就需要孩子们自己去制定规则 那么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呢 很多农村出来的孩子都知道答案 那就是规矩或制度是打出来的 因为受教育程度低 不仅是让他们习惯在冲突中解决问题之外 也同时决定了他们吵架时所用的像土水满地打滚等奇葩的方式 就其原因出在整个中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体系在地区城乡和阶层的配置比过去更畸形 以大学为例 大城市比中等城市小城市以及农村更能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不仅高校的数量排在全国的前列 好大学的数量更占前三 中学的教育在大中小城市间的布局更为畸形 一流高中基本在大中城市 尤其大城市 小城市难得见到几所 农村则最惨 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 原来很多的乡镇都有高中 后来都被裁撤了合并了 现在多数的乡镇几乎看不到有高中 这种教育理念和现实情况最苦了谁了呢 那就是寒门子女 特别是农民的子弟 那些拿不出钱来上学的人 很多的留守子女 在完成初中教育 甚至初中未读完 就主动的退学去打工 同时农民工们也不指望 其子女在长大成人之后 有多少的文化 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满足了 根据中共政府自身的统计 中国有约9.6亿人 平均的月收入在人民币2000元 约合280美元以下 占总人口近7成 在此同时 中国1%的人口占据了90%的社会财富 而99%的穷人 只占有10%的社会财富 这就是贫富的极端差距 这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社会总体的不平等 人处在一个不断加剧的状态 不过另一方面 针对中国人这种奇葩的处理矛盾的方式 也有网友透过现象看本质 灵魂点题 那就是在中国人爱吵架 打架的背后 似乎是他们易怒的特质 这种特质表现在方方面面 几年前 大西洋月刊曾评论 将中国人易怒归结为 因为北京当局好斗 许多的国家企业或个体 在与中共打交道的时候 都会自我的审查其言行 会不会触怒北京当局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一期文章 专门回顾了近年来被定性的辱华事件 比如西班牙的Zara 因雇佣长雀斑的中国模特被批辱华 好莱坞白人的隐心不小心说台湾是国家被控辱华 香港歌手穿杜加班纳的衣服被批辱华 美国职业篮球经理 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也成了辱华等等 总之 辱华两个字在社交媒体上出现太频繁 有网友甚至嘲讽说 人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出生死亡及辱华 除了在国际社会之外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暴躁易怒的特点更为常见 一名近期回中国的加拿大华人凯文 对海外的媒体记者表示 此次是自己的疫情后第二次回中国 他发现现在中国人们力气很重 走在大街上很多人的样子死气沉沉的 很多人都没有笑容 针对这种社会现象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评论 主持人恒河在一次的节目中 直接指出经济下行是主要的原因 恒河观察到在经济发展好的情况下 整个社会就相对比较安定 力气比较少 但是随着经济状况的越来越不好 而且加上各种的仇恨宣传 人的力气就越来越重 所以比起10年前或者是15年前 20年前来说 社会的力气是越来越重了 他还提到其实中共政府是有意无意的在促使这种力气的发生 因为这种力气发生了 它很难集中到某一点上 比如说集中到中共政府自己本身的统治上 所以中共是希望这种底层互害或者是大家很困难 底层互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当其非常严重的时候 大家就没有这种心思和能力去判断 究竟他们自己生活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多 一般来说 经济越不好的话 那么暴力犯罪就越多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社会的力气越来越重的同时 民间的50人员更加的格外受人关注 中国的民间中央财政金融委的委员 湖南的民间会员王少杰10月初撰文强调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缓慢 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停滞等因素 对50人员造成的心理压力空前大增 而50人员规模庞大 当以异计 具体到个人 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属于上述的某一类50人员 或者兼具多种特征 所谓的50人员一般只是涉及到投资失败 生活失忆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的五类人员 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间执行 主任李强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经济下行严重 人们找工作非常困难 也没有什么积蓄 在这种情况下 劳工阶层所受到的影响最大 同时缺乏来自家庭朋友 社会的人文关怀 也导致劳工的阶层感觉被边缘化 所以失忆的人们确实更可能 通过暴力事件来向这个社会 表达不满 宣誓存在 湖北的居民龚平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经济不好 有些人手上没钱了 活不下去了 所以报复社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因为中国不讲法治 不讲契约 不守信用 任何事都会发生 另一方面 美国太平洋智库的首席研究员陈斌表示 人们生活困苦和绝望的同时 求助无门 司法救济渠道失效 更是给他们的生活 火上浇油 依据 华尔街日报报导 一份由哈佛大学社会学家 马丁怀特斯坦福大学的大资料中国联合创始人 史考特罗瑟尔以及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合作撰写的一份 社会火山的调查显示 过去中国民众对于贫穷的原因 从过去认为是自己努力不足或努力不够 到现在归咎为不平等的机会与不公平的经济制度 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专家宋国成教授 把这种社会火山称之为内暴行的社会怨恨 一方面表现为对习近平的制度的不满 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人的生存状态的绝望 宋国成教授曾发文指出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既定思维 问题只要不讨论就不存在问题 即使有所讨论也必须报喜不报忧 最近中国的高层数读下令 不仅必须要搁置问题淡化问题 而且还要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面 说好中国故事等等 中共高层甚至警告 不得将中国的经济问题 于198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化相提并论 更不能对中国的发展抱持悲观的预期 甚至连一般的经济学的专名词 例如通货紧缩 中等收入陷阱 凯因斯陷阱 民司机时刻 刘易斯拐点等等 都不准使用 宋国成教授表示 不讨论问题 并不表示问题不存在 畅想光明 并不能驱除黑暗 这种鸵鸟治国的心态 只会使存在的问题更加恶化 因此外界认为 以此类推 这种吵架 甚至是恶性打架的事件 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要解决此问题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提出 中国官方首先应该认真的扶贫 投入一些资源做福利 通过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 建立对低收入人群的保护 至少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环境里面 度过难关 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李强同时认为 从中长期的层面来看 中国需要真正的宗教自由 要给宗教一些空间 他解释说 共产主义没有几个人相信 共产党和习近平更安抚不了人心 而宗教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宗教对人还是有很多安抚作用的 通过民间的信仰来让这些人有一个依托 因为很多人都是很软弱的 然而共产党觉得宗教是麻痹人的 整肃宗教没有平衡好这中间的利益 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此外美国的太平洋智库首席研究员陈斌还提到 政府应该拿出真金白银 健全社会的保障机制 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待加强 相关的志愿服务心理咨询机构 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对老百姓来说 中共政府已经不值得被信任了 在居民拱平 看来清醒者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趋吉避凶 就是离开这个国家 因为当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个时候用这句话是非常的贴切 底层的韭菜呢 还在欢呼雀跃厉害了我的国 一天比一天强大 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所有的官员包括基层的官员都是躺平 就等着看你怎么玩玩 反正迟早是要垮的 大家都知道要垮 现在到这个程度了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